续接上级 在老家解决了陆志国后 就回县城了 花落翩翩 岁月荏若 九个月后 此时的江小暖 肚子已经很大了 最近迷恋上吃饺子了 江小暖一口一只 一口气吃了二十只 肚子却没一点饱意 恰好另一锅蒸好了 陆寒年就这么看着他媳妇 一只接着一只 就像无底洞一样 塞进了四十只饺子 还乐 要不明天再吃 晚上吃多了 肚子会不舒服 不要 我要先再吃 江小暖使劲摇头 他相信自己的胃 反正他现在还饿 能吃下 陆寒年还想劝 江老太笑道 没事的 我以前怀我家大饱时 比你小暖还能吃呢 陆寒年听他们这么一说 就放心了 让江小暖继续吃 吃了六十只饺子 总算饱了 满足的笑 吃饱了 嗯 你会再饱些 明早我还要吃 江老太喜笑颜开 能吃是福啊 不是孙女 就是孙子 陆寒年黑黑傻笑 然而江小暖 接连吃了好几天 芹菜肉馅饺子 早中晚都吃 天天吃也腻了 江小暖却吃不腻 一天吃午餐 都是芹菜肉馅饺子 还必须得蒸熟的 谁煮的不行 也就小鹿 愿意惯着你 谁怀孕像你这样折腾的 我给他生孩子呢 江小暖哼了声 吹冷了 吃饺子吃 接连吃了十来个 盘里还剩下十几个 可他突然不想吃了 不吃了 怎么吃这么点 吐了干啥 不好吃 一股芹菜味 芹菜馅的饺子 不是芹菜味 还能是韭菜味 你可比太后娘娘 还难伺候 你这肚子里 怀的是哪吒呀 我吃不下了呀 再吃要吐 我想吃榴莲蛋糕了 什么莲蛋糕 榴莲 海城没有 岗城才有 爱 你消停点得了 别折腾小鹿了 你这牛莲什么的 等生了后 自个去岗城吃 爱吃多少吃多少 现在忍着 姜老太忍不住教训孙女 没这样的做法呀 以前的孕妇 哪有这么金贵 她当年大着肚子时 还下地干活呢 生了后就不想吃了 和你说了也不懂 姜小暖扁了扁嘴 和老太太沟通不了 韩年知道她馋榴莲了 就脱关系 空运了十几个过来 空运费当然不费 但只要媳妇想吃 再贵也值得 终于到了家 陆韩年脸色难看地 拿下榴莲 再撑不住了 跑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小鹿你拿的什么东西 不会是屎吧 是榴莲 老公 挨死你了 这就是榴莲 这能吃 你还不如吃 姜老太到底没姜屎说出来 可她真是这样想的 这天终于到了预产期 姜小暖提前住进了医院 陆韩年推掉了所有工作 在医院陪护 离预产期还有三天发动了 这次生产 耗了不少时间 因为胎儿个头有点大 可能是姜小暖 吃得太多的缘故 生了四五个小时 还没生出来 然而他们不知道是 此时的医院上空 降下一宿白光 正对的正是姜小暖产房 说来奇怪 白光消失 孩子也出生了 是个八斤二两的小丫头 姜小暖在医院住了两天 就回家坐月子了 出了月子后 姜小暖准备在自家里照全家福 她很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但一直没实现 周阿玛也来了 一家人整整齐齐地照了全家福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